1997年7月1号 香港主权从英国移交给中国 北京承诺香港经济和政治高度自治 50年不变 香港一度示范了资本主义和西方价值观 如何与中国经济改革共存 巩固国际金融中心 世界最自由经济体制一的地位 然而根据彭博社 从2019年民主抗争行动再到疫情 香港经济持续衰退 房地产市场下滑 价值至少蒸发2700亿美元 许多外国公司撤离 企业在港首次公开募股筹集的资金 掉到20多年来最低 还面临利率上升 金融部门失业等等挑战 不过中国政府的说法 版本完全不同 2017年展开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计划 透过扩大基础设施 融合香港 澳门 深圳及附近城市 连接隔水对望的深圳与中山市的深中通道 在6月30号通车 加速推动大桥经济 再加上北京当局 透过香港国安法基本法第23条 持续紧缩政治控制 让香港在地理 政治或经济 都跟中国更加靠近 也更加相似 主权移交27周年的香港 如何在当前现实中 再度擦亮东方之珠的光辉 恐怕是难解的大灾问 近新闻读码告 现后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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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三次